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梗 又是勤劳解愉快的一天 今天继续开启小梗的像树画小课堂 这就是熟悉的玩者荣耀系列 待会要见的是一只全玩者里最可爱的小英雄 也就是安琪拉 差不多说 下面开始搭建 今天要搭建的安琪拉比较麻烦 不仅结构复杂 而且颜色繁多 所以我要一个部位一个部位逐步完成 先来搭建出她的右脚 在这搭一根三个方块长的柱子 然后中间空一格的位置 向右延伸三个长 接着放着一根七个长的柱子 把两条腿连接起来 腿部就搭建完了 接下来搭建身体的部分 来到右边的尽头 向外空一格的位置 跌高两根 从这里斜向左上 搭建一条两个长的楼梯 再往左上搭建一个倒三角形 在这也搭建一条两个楼梯 最后往里收一根 同样的用一根七个长的小柱子 把左右连接 这样右边的关架成大线完成了 左边的部分也不能落下 照着右边对穿一下就好啦 瞧 这样一来身体的框架也完成了 不过玩过安琪拉 学习性观察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 安琪拉的技能其实都来自于她的那本魔法书 我这里怎么能少呢 说本的搭建方法其实很简单 相当于四个不同方向 两边长度相同的楼梯进阶 像这样两边相接大致上就完成了 接着就该搭建最复杂的头部和头发了 这里就不浪费时间 快进过去 安琪拉的整体就搭建出来了 白色衣裳画也填充好了 准备上色 首先把头安排上 用粉色先给头发打个底 然后用橙色在头发的边缘画一圈 确定了半只的轮廓 再用紧红色做一个过渡效果 不用再多 到这就可以啦 这样一来是不是更加有层次感了呢 接着把衣服的颜色用红色和深微色染上 顺便也给魔法书装修一下 最后再加一点点小细节 等等吧 接着可爱的安琪拉就完成了 小伙伴们觉得怎么样呢